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为什么自己转阴后还总是咳嗽咳不停呢 并且咳得嗓子又干又痒 喉咙痛谈很多 这是怎么回事呢 沈医生告诉大家 很有可能就是肺阴虚 肺中的阴液还没有恢复导致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很多人在阳的时候都会连续发高烧 那我们身体内部就会一直处于一个高热的状态 如果我们长时间处于高热的状态 那热气就会耗伤肺里的阴液 打个比方就相当于天气太热 河水会干喝是一样的道理 虽然我们肺里的阴液不会干喝 但会因为热气的熏蒸而变少变粘稠 然后聚集在一起形成粘痰 紧紧的粘在我们的肺上 而肺里出现的痰这个异物后 肯定会想要把它排出去 那就开始一个劲的咳嗽 因为痰很粘总咳不出去 或者每次都咳出来很少一点 所以咳的时间长了就会伤到嗓子 开始喉咙痛嗓子甘痒难受 因此虽然痒转阴后我们不再发高烧了 但因为肺里的阴液被耗损 还没有恢复 肺里太过干燥 所以还会一直咳嗽咳咳不停 如果想缓解咳嗽的症状 那需要做的就是滋养肺阴 把肺中的阴液给补上去 才能彻底解决这个咳不停的问题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忠诚药 专门滋阴润肺化痰止咳 那就是百合固金丸 这个药里 拜合跟熟地晃 滋补阴液润肺止咳 麦冬川贝姆悬深以及地晃 增强滋阴润肺止咳化痰的功效 当归和白勺连阴止汗 结梗止咳化痰 最后甘草条和药性 几位要共同起到滋养肺阴止咳化痰的功效 因此如果你阳转阴后总是咳不停 晚上睡觉还总出汗 可以尝试用这个药 但需要注意了 这个药仅适应于肺阴虚导致的咳嗽咳痰 如果你是其他原因导致的 就不建议用了 否则疗效不佳